伯仁传,51话标提名为牺牲,名人开期久尾死亡模式单挑仪式。 大家好我是小百科,伯仁传动画和漫画都正式进入了可组织篇章的剧情,其实对于伯仁传的剧情,最让我们担心的就是名人是否会死的问题了,并且如果名人死了肯定会有很多人弃坑。 所以作者原则应该不会让名人致亡,但是从前面的剧情来看每当国人有难的时候名人作主都会来救场,所以从剧情的角度上来讲名人活主就会成为伯仁的累赘,所以名人的结局确实不容乐观。 而漫画即将更新的51话更是让我们一多所,因为第51话的标题名为牺牲,要知道第50话里仪式来到了牧业,为了阻止仪式国人使用歇的能力传送走了仪式,但是虽然战斗场地移到了一届,但是名人作主还是打不过仪式。 从第51话的情报来看,名人这次死在这里的可能性非常大,因为第50话的最后伯仁发现仪式好像是真的不敢杀掉伯仁,通过对话我们才知道,仪式的目的就是让植尾吃掉开启些状态的伯仁,然后变成神术。 而听到这一点之后的伯仁更是用苦无抵住了自己的脖子,他告诉仪式只要自己死了那仪式的计划就落空了,所以伯仁的这个操作有点让仪式无语。 但是虽然仪式不能杀掉伯仁,但是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能力顺利到了伯仁的面前,打断了伯仁的胳膊阻止其自杀,而就在这时名人出现一脚踹飞了伯仁。 并且名人随后就开启了一个新的酒尾模式,原来在仪式大断伯仁胳膊之前,名人在内心深处与九喇嘛来了一次对话,因为九喇嘛说对于仪式无计可施,但是名人却说自己哪怕就是死也要做最后的尝试。 所以根据名人的这句话九喇嘛陷入了沉思,随后又告诉名人并不是没有提升能力的方法,只不过这个方法用了之后名人肯定会死。 而九喇嘛口中的这个提升能力的新办法就是酒尾模式的究极奥义,其实也可以理解为酒尾模式的八门顿甲。 而在名人就走伯仁之后,内心深处酒喇嘛问名人准备好了吗?名人则说自己已经有了死的觉悟,随后名人审伤酒尾外衣发生了变化,于是五十一话到此结束。 其实从剧情细节的铺垫来看,名人死在这里的可能性太大了,因为酒喇嘛说了这个模式开启之后名人就会死,而五十一话情报的最后名人确实已经开启了这个模式。 这就跟当年凯开启八门顿甲第八门有点相似,所以名人这次确实是凶多吉少了,那假如名人要阵亡在这里了你会弃坑吗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